2013年清明 北京顺义秦湖院小区 一个安密的院落洒满阳光 一位老人轻声哼起了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曲调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他在回忆一场六十年前的战争 内心没有太多的自豪 只有无尽的感叹 在地球的另一边 帕特维基尔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家中 诉说着自己参与的一次镇压志愿军战俘暴乱的事件 虽说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可这位当年美国陆军二十五步兵师的士兵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 依然难以内心的愧疚 希望 火将来结束 海成为敬 Hadda 建立了 我们亭也创除了 cue了 这次会有其他命啊 我也是一位 那麽大人的火力 在大洋彼岸的台灣 年遇八旬的劉淳儉 走出基隆市的台灣海軍單身宿舍 向來訪記者講述 平時很少提到的經歷 很多故事 就連這位比他小30歲的大陸新娘 也是第一次聽說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個 剛好那裡有一個韓國人的草房子 一個飛機來 那個F24來了 丟了一個汽油彈下來 我看到那個汽油彈 吊到那個房子上 一下子的房子 變成一張火球 飛掉了 三人天各一方 理念不同 卻因軍人的天職 而捲入同一場戰爭 一場牽扯冷戰期間 東西兩大陣營 近20個聯合國會員國同時參加 動用了除核武器以外 所有先進武器的熱戰 在這場導致幾百萬人死亡 或失蹤的戰爭中 雙方有幾十萬人淪為戰俘 有一大批的人 從此再也不能返回家鄉 對我的教訓太深刻了 對我的教訓太深刻了 因為我的人生有個大的轉折 打掉我的青春 打沒了我的一切 來點支援軍的戰歌吧 支援軍戰歌 我的心情暢停 就是在北復以後仍然是 現在主軌 現在我們想聽到好多人不解僱我 中國軍戰民事對於各國的大陣營 外國的艦隊 而致敬不离 到朝鲜区 消灭美国体列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美国与苏联商定 以北纬38度线 作为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受降的分界线 控制北部的是苏联 控制南部的是美国 1948年 美国支持大韩民国成立 苏联则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八线成为实际的统治分界线 1950年6月25日 十几万共产党统治下的北朝鲜部队 突然越过了北纬38度线 向韩国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 当天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侵略 北朝鲜的军队中 包含着原来属于林彪部下解放军第四夜战军的 三个朝鲜族师 其中有大批收编自二战后投降的日本关东军 他们在中国深惊百战 是北朝鲜进攻的主力 三天之内 韩国首都汉城陷落 不到两个月 韩国90%的土地被占领 以二战后入伍的新兵为主 临时拼凑起来的美韩军队被压缩在南部沿海的釜山一带 情况危急 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通过决议 授权组成联合国军 18个国家派军队参战 第二天 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零威受命 接过联合国军的指挥权 9月15日 麦克阿瑟率部队在当时战线的后方仁川港登陆 切断了北朝鲜进攻部队的退路 联合国军全线反击 收复汉城之后大举北进 攻占平壤 直逼朝中边界 朝鲜战局逆转后 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多次要求中国出兵 并承诺提供武器与空军支援 毛泽东与斯大林达成协议 苏联为朝鲜战争提供装备 中国提供兵力 1950年10月19日 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 秘密派出了数十万正规军入朝 经过三次大的战役 夺回了平壤和汉城 并迫使联军撤退至三八线以南 联合国军紧急抽调部队 在第四次战役中全线反击收复了汉城 把战线推至三八线 并在第五次战役中全监志愿军180师等数万名成建制的部队 两万多志愿军战俘中的大部分就是在第五次战役中被俘的 1951年3月22日 在四川成都参军的张达 跟随解放军六十军180师跨过鸭鲁江参加朝鲜战争 他们被告知志愿军前几个月都打了胜仗 因此官兵情绪高昂 入朝前部队进行了 我们为什么要仇视鄙视藐视美帝的教育 全师又换上了苏式武器 让官兵们觉得完全能战胜美帝纸老虎 胜利就在眼前 全部换了 换的枪啊就是俄罗斯的枪嘛 苏联的水田柱啊 这些部枪 张达和四川同乡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第四次战役正在激烈进行 联合国军正向三八线发动反攻 志愿军前线部队在后撤 距离前线虽说还有几百公里 联军的空中力量就已经给这些新兵来了个下马 一过了鸭鲁江以后啊 那个景色完全改变了 到处都不是是湿火 到处是冒烟 房子都没一个好的了 破坏到这种程度了 那个时候一进一过江 就是百天不认走路 都是晚上兴军 都是晚上兴军 百天的话飞机就来啊 就轰炸啊 不是靠近江辫还比较好一点 那时候还有些居民还可以煮饭吃啊 再过了大概三十天以后 百天就连饭都不敢煮了 只要一煮饭一冒烟 飞机又炸 反正百天你在路上走 看到一个人他也打 也打 就是这样的 所以才晓得这个厉害了 才恐怖了 联合国1951年1月14日提出就地停火建议 被中国拒绝后 联合国军1月25日开始 从37度县附近全面北进 第四次战役随即展开 美军前线总指挥 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威 针对志愿军善于迂回穿插的特点 指挥部队收缩靠拢 相互支援 抢占山头 稳步推进 2月8日逼近汉江 10日占领人川 迫使志愿军从2月17日开始 全线后撤 先是让开大陆 然后就是两侧包围 用激节化部队投入 然后就开始消灭志愿军的阻力 李奇威继续挥石北进 联军随后在南汉江 与志愿军50军以及38军发生激战 联军每天依托强大的炮兵和空中火力 猛轰对方阵地 志愿军伤亡惨重 在著名的底瓶礼战役中 志愿军8个团25000人 包围了美军第二步兵师 一个团 一个法国营和一个炮兵营 共5000多人 美军迅速构建环形攻势 用密集火炮抵御进攻 因为阵地就是组织感死队嘛 就用那个步兵武器嘛 排击炮嘛 就是一波一波的 前面一波后面一波 后面又是斗战队又是感死队 前面你不能往后退的 你退了后面就把你打掉了 就只有往前去 那最后就推到尸体往前出 所以战斗开始从四点钟打到六点钟 阵地上就丢下了1800个尸体 就是志愿军 这次战斗 志愿军攻击部队伤亡5000人 不少伤兵被俘 联军只有几百人死亡 几十人失踪 后来美军坦克援军赶到 志愿军被迫退出战斗 就这样子打了两天三天 最后没办法 他们所有的下面的赢的团的干部 都讲这个仗不能再打了 最后文宇宙直接给彭德怀打电话 告诉彭德怀 这个仗再打下去 我们全部完蛋 最后彭德怀决定主动撤退 抵兵力战斗 联军认为是第二次人传大决 志愿军在固内 在解放军的战事上 没有人敢提这个事 因为这是一个惨败 底平里战役后 中朝部队全线被撤 坚守南汉江的志愿军 五十军和三十八军放弃阵地 准备撤到汉江以北 原来风动的汉江水此时却解冻了 两个军三万多人拥挤在岸边 争夺船只过江 联军出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 江边尸横遍野 江水被血水染红 经过五十多天的战斗 志愿军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伤亡数万 美步兵二十五时 三月九日前后 在汉江两岸搜捕了大批志愿军流散官兵 联军三月十五日攻陷汉城 收容大批志愿军俘虏 接着继续攻占韩国城市义政府等地 再次抵达三八线 四月二十一日 历时八十七天的第四次战役结束 统计显示 志愿军这次战役中 有数千人被俘 是前三次战役被俘人数的两倍以上 毛泽东为了扭转不利局面 决定投入后备力量十四个军 共五十多万人 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役 礼求一举歼灭联合国军 几个师的主力部队 当时四次战役的时候 彭德怀曾经跟毛讲过 就是说要主动后撤二百公里 因为部队已经疲惫不堪 无法作战 无法在技术再战 就是主动了放弃汉城 放弃浑城这一条线 然后往后撤修整 故事 当时毛不同意 美国的高层这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杜鲁门总统从战争一始 就坚持要进行有限的战争 特别是不能将战火扩展到中国境内 而迈克阿瑟将军 却不同意总统的政策 1951年4月11日 杜鲁门总统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 将这位二战英雄撤职 由李奇威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李奇威崇尚火力 善于调动多兵种合作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原来以新兵为主的美军 陆战和步兵师 补充了大批参加过二战的老兵 更多的野战炮兵营完成了训练 和先进作战飞机 一同投入朝鲜战场 用火力压制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 约有50万志愿军部队 参加了第四次战役 1951年4月22日 第五次战役打响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全线猛攻 美军西线防线被突破时 不再轻易放弃阵地 而是组织环形防御 利用优势炮火密集杀伤中朝 进攻部队 开战24小时 仅美军第38野战炮兵营 就发射了一万多发 105毫米的炮弹 遏制了中朝部队的进攻势 担任穿插任务的志愿军64军 就因美军炮火受阻 未能前进 65军的两个师又匆忙赶到 6万多人被压缩在 临京江南岸的狭小地带 被美军火炮和飞机 狂轰滥炸 伤亡严重 因为美军的计划是什么 就是你这一个公尺 一定要来一个炮弹 它的平均就是一个公尺一个炮弹 所以我们在那边讲什么 共产党是人海战术 美军这边是火害战术 共产党是五个人扛一个炮弹 这边是五个炮弹打一个人 所以这个战争是这样子形成的 针对中朝部队战线过长 运输落后的特点 联军出动更多架次的飞机 对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进行轰炸 使本来就吃紧的志愿军后勤补给 雪上加霜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 就是从那个五一年开始 就是联军 当时是联合国军 就采取这个叫�懄杀杖 就是要把那个后勤这个部队 把它分锁 有一次看到从那个火射隧道 一个F-84 一个副冲 就把那个火箭 就打到洞里面去了 那个洞里面大部分都是 不是伤兵 就是对弹药和粮食这些东西 马上里面就烧起来了 由于缺乏空中掩护 深入三八线南侧的志愿军部队 只能夜晚发动进攻 李其薇看准了这点 指挥联军步兵白天后撤几十公里 担任掩护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 黄昏后撤离 志愿军夜间进攻时根本看不到联军 后者一意待劳 等志愿军赶到联军新驻阵地时 再发动反击 活力担保的志愿军被迫后撤 他不给你一个证明性 他不给你一个真实对着感 他就往后撤 他就是晓得你 他掌握着你这个运输情况不佳 他就对吧 你弹有点消耗的差不多了 他才开始反扑 第一个阶段是叫我们去拱汉城 这个 我记得我们经过了 一政府我们都已经经过了 大概你就是割一个扇的时候 可能就是汉城了 但是那个飞机啊 轰炸炮打的 没办法晚上又撤退了 一方面他这个 与他带的补击有关系 因为他弹药和粮食都靠自己背吃草面 你后面不能补击 你一定要撤退 撤退回去 由于第一阶段进展不大 志愿军决定发动第二阶段进攻 对东线的韩国军队发动攻击 第三和第九兵团部队 很快突破了三个韩国师的防线 前进了几十公里 西线美军迅速增援 利用火炮和飞机封锁突破口 炸毁韩军丢弃的武器装备 美军第二步兵师同时坚守二线阵地 让中朝军队的突破口无法扩大 不久中国军队携带的弹药粮食 基本耗尽 不得不放弃攻占釜山的目标 向北撤退 李其威抓住时机 命令联军八个师 在5月22日开始反击 美军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 组成特遣队积极穿插 时常超越撤退中的中国军队 将落在后面的志愿军60军 12军和27军包围 由于指挥混乱 通讯不畅 60军180师未能及时撤出包围权 5月19号战役就完了 就要退 其他部队都退了 都互相交叉掩护 撤退 但是因为当时通讯 很不得力 两翼 左翼右翼都退了 中间180师 没有及时退 就给包围了 180师作为预备队 当时的任务是坚守阵地 掩护友邻部队撤退 任务完成后 联军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 180师已经渡过了北汉江 但上级突然指示 要该师继续回到南汉江固守 结果后来了 上级上级死灰事务 为止 成都军区势力 原来是坏海战 里面的与居所上 当时云长搭得很漂亮 就是汉他来的 他就是很大意的 他就批评 那汉里面撤 再给我收一个礼拜 古都没有很 用北汉江泡游泡到南汉江去 游去 在北汉江南岸游去狗子公顺 每个地上级打了三千 真打一打就没得打我了 跟不上了 结果180师陷入联军重围 再加上师部与上级和下属部队之间的通讯不畅 导致指挥失灵乱成一团 当时通讯条件太差了 因为我拿着有个收音机 有个普通的收音机 结果我前方的收 One再讲话 这个收音机 卫生物观яв也是提谁 移处出去了 我到那个地方了 我口气的人 你们情况如何如何如何 难log insbesondere 从未想过会被包围的180师高级军官惊慌失措 在营团建制基本完好的情况下下令分散突围 我听说是180师师党委开了会 后来传达就是叫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当时情况这样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现在好多人记不清楚 即使我战友的记不清楚 当时原话是这样 以小组为单位向西北方向突围 这个命令下来以后 本来建制还有完整的整个打伞 但突围的命令并没有及时传达到所有部队 不少担任掩护的部队措施良机 死伤严重 很多人被俘 我们当时已经打了差不多六个月的仗了 最后人被切断了 被切断以后保围 我们一个营最后剩我们一个连 一个连大概剩了二三十个人 掩护全团撤退 结果全团都退完了 就我们一个连流到一个山上 一个地形要点掩护 最后我们就下不去了 被后面切断保围了 那个美军的坦克部队在后面切断 最后走不了 等我们突围出来的时候 背负了 那时候二十几个人一共背负六个 其他的肥死即伤了大概是 可能都没有人回去 虽说是分散脱围 很多后来回国的战俘回忆说 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各自逃命 师部命令各部队丢掉重武器 从不同地点向西北方向脱围 当时这个商机有个命令 就是说从现在大家把武装脱掉了 把文件 返号 谁都搅了 丢下 不要了 像脱退后就 大家向着西北方 那个是哪里 在春川附近就是 这些战俘的回忆 被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和副社长吴金峰 收集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采访整理的 安德舍笔记书稿中 笔记记载 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后 180师丢弃了自重 师团一级的军官利用权力 把善于突袭近战的侦察牌和警卫班等 聚集在自己身边 夸着搜集来的冲锋枪 带足弹药和吉亚 再利用韩国向导带路 180师的师长郑其贵 副师长段隆章和参谋长王振邦等 就是这样突出重围的 这些大人物北渡汉江时 遭遇联军阻击 警卫战士在水中还击吸引火力 为掩护上级过江 不少人伤亡 师团掌门如此 其他军官就上行下效 原180师539团副参谋长魏林和团政委韩启明 带上各自的警委员一起走了 一路上有零星部队要跟随都被他们拒绝 为了逃命 优先照顾干部党员和团员 使中共军队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通行做法 韩战自然不会例外 刚当站长还有一个凶章 凶章后面标明 是团员写个团员 是党员 是写个党员 是群众写个群众 是班级 排级 连级 什么都写上 目的就是以后你受伤的时候 先就是大干部 然后就党员 就团员 然后最后才谈群众 180师的士兵们 对上级军官只顾自己逃命 不顾下属死活的做法相当不满 这种不满 也促使一些人决定向联合国军投降 过去说官兵相爱 为什么现在副连长把我丢掉 以前说的漂亮 生死相顾 官爱兵 可现在谁也不管 我们暴露那隐蔽在草里的那几个干部 就是因为不满意 他们硬要我们走开 结果叫我们被俘 要死就死在一起 就告诉敌人 草里还有他们躲着 残酷的现实 也让志愿军180师538团 无后座力炮联电话员宋泽银 对高级军官们失望透顶 淡尽粮绝的他 干脆选择向联军投降 上级常说我们部队怎么团结 现在一到恶劣环境 上级就不要我们了 就不管我们了 群龙无首 士兵们只好四散而逃 有些部队虽然进行了抵抗 试图冲出包围 可在美军强大火力面前 根本无济于事 被压在山谷里 动弹不得 下来以后就遇到地面坦克 也来了 就发现了我们 发现我们来过来通过公路上 这个就 就烧射 烧射我就 按照他领导所指定的方向 走 走进去了以后 这个敌人坦克已经追到我后面 打了打了多少法 结果我看到一个一个一个号钩 跳到号钩里面去 这样他就没上来 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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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过来 就在公路上又走了 打的时候 跑在子弹 机枪子弹 整个人楼阔上来 就回来回去了 突破了一些站 少数下级军官临时收拢 已经四散的士兵组织突围 最后冒着枪林弹雨 抵达撤退计划中的鹰风 以为过了山就可以回家了 哪想联军提前占领了山顶 正在爬山的士兵们 遭到猛烈射击和炮轰 仅被打死的就有一千多人 北方回不去 又无法下山 官兵们只好向附近的深山老林逃窜 有人甚至向南而逃 直接成了联军的俘虏 因为一走不动 因为没吃东西 就这样下雨 因为有点连雨都没有 所以这些大家都想办法 找一棵树 把树看下来 然后把树头做到屁股底下 然后这样下去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是那么多抖一个悬崖 跟第二天早上一看 当时就是喝一跳 人家讲兵无良之善 这个当官的他体力也不知道 他顾不到管那么多了 他就说那你们自己就去求深圳吧 就看你们体力好坏嘛 体力好你就去求深路 体力不好的话就没办法了 那部队整个打垮了嘛 兵无龙头啊 自散了 管不了了 然后我在我们国军部队里的老同事啊 我们那个时候是小孩子 也没什么纪念 就跟他 那老同事照顾我们 跟他一起啊 就大哑大哑就下山了 逃入深山老林的官兵们 尽管暂时脱离了炮火的侵袭 而随身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完 就只能靠野菜冲击 高粱米啊玉米啊 这些粗粮啊 炒过了以后磨成粉 磨得很粗了不是很细了 连盐都不加一点 结果我们吃了以后 你也不干烧火 一烧火飞机又轰炸 就在那山沟里 随便拿下水 慢慢就这样吃下去 那结果晚上的夜忙啊 因为缺乏矿物的那个盐 食盐没有啊 晚上走路都 眼睛都没会儿了 白天都看不到啊 三天三夜吃不到东西 在韩国上都是雪啊 都是那个雪山啊 有没有东西吃啊 冷啊 结果后来那个美军大起来了 结果我们就北呼了 为了瓦解志愿军散兵的意志 联军派飞机在包围圈内的山岭上空飞行 每天几个架次 让董汉宇的韩国女子或志愿军被俘人员直接向地面喊话 强调1800师深陷重围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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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抗毫无意义 最好早日投降 联军也在地面架设高音喇叭 向山谷发动新礼战 你刚上的小山坡上 好 美军在上面讲话了 啪就先拿着冲枪打了 然后我们的排长说 抢救他 抢救他 美军他在那个飞机上讲的的广播 就说我们有飞机大炮 坦克 说你希望你们赶快投降了 就这样子 这样的中文 联军之前投放的传单也产生了效果 不少志愿军人员 本来就对到朝鲜充当炮灰感到不满 眼下淡尽粮绝 见到联军传单 听说联军优待俘虏还有饭吃 便向联军投诚了 一夫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良辞了 没良辞大家就自己猛声怒 我们深度就当共产党管不到你了 才找机会 刚好联军又在丢了个传单 我们看传单 说他们对战户怎么好 怎么优待 这样子才找机会投射联军的 一般的服务刚刚过来说 都是这个什么 至少有大多都是相当狼狈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 有的是根本没有弹药 用他们补给的问题 有的是根本没东西吃 他们的炒面都吃完了 都没东西吃 他们一过来情形是蛮狼狈的 可是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 这好了 这个人被俘虎反而好了 这下这个人还饿了 联军的心理战功是对陷入重围的志愿军里的一个特殊群体 效力尤其明显 那就是前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人员 为了准备第五次战役 毛泽东不得不从后方抽调部队 填补战场空缺 解放军六十军就是从四川调来的 之前与起义的国民党九十五军刚刚合并 在成都的黄浦军校第二十三期学员没毕业 就被六十军收编 由于成为共军并非自愿 而且不被重用 或者由于政治理念不同 很多前国军人员 特别是军官们 对中共已经心怀不满 一旦有机会 他们就会选择脱离 国军救赎的话 他就很希望要投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国军救赎是被志愿军当作炮灰 送到韩战战场去的 那他们自然就认为说 他一开始就主动想要投降 无独有偶 一些志愿军部队入朝前也听到风声 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参加韩战 这次复朝是去打国民党的 你们过来乔军医生呢 你们不得了 说你们什么呢 他不得了 他说他是过朝鲜来 我们等过国民党到的朝鲜 他在朝鲜来 他就找来把国民党 这样说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提振部队士气 因为解放军刚刚在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军队 可对180师的起义人员却适得其反 因为那个时候在韩战台就想 你不找生路早晚是会死 那找生路就是因为听到共产党讲说 台湾有两个是在韩国参战 那我们这样子才有点希望 我算是主动实在 因为我有武器我没有反抗 有一部分人他们根本不是被俘 他们就是自己走过来等于是 想办法走走走 尤其是原来是国民党军队 他们又有这种心理 好像共产党把我们送来等于是做炮灰 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武器 那这个仗怎么打 所以他们就挺愿走 希望碰到美军的这个人投降 联军方面显然洞悉这点 随后发动的心理战 也利用了这个谣传动摇志愿军的军心 到后来又接到美国的传单 传单讲说国民有刘万奇 刘万奇他在台湾后来做过总司令 刘万奇他带一个军 有三个师 他们过来之后 你们就可以马上回台湾了 你们不要回台湾也可以 你们继续在国民部队在韩国 美军的文件显示 不少志愿军投降后选择合作 向联军提供的情报 让联军及时掌握了志愿军的武器配置 和一线阵地等重要情况 我那个时候听说在西线 在西部战局 到有一次 跟我一起到韩国去的一个同事 他在问到有一个战户 跟他说我们有个弹药库 在这个摸摸摸一个山头后边 居然美军派飞机一炸 果然发生大爆炸 证明的确是一个弹药库 据统计在第五次战役中 志愿军180师有5000多人被俘 是韩战志愿军战俘群中最大的一批 美第八集团军第21炮兵营 仅在5月29日当天 就收拢了数百名志愿军俘虏 不少人又饿又困 倒在地上就睡着了 这些被俘人员从不同地点 被联军运到水源转运站进行登记 然后送到釜山 看到如此众多的战友被俘 很多人彻底失望 这个是在汉城附近的 以后就到了釜山 到了釜山以后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我们同一个部队人 很多都来了 我就对那个战士 觉得看来这个是打了大败仗 压到釜山过后人人就比较多 败仗人就比较多了 多了过大家讲一句 讲得大家都很 大家也很适合 但是终于有一条 反正我要回中国 败仗人的音乐越来越多 尤其我的简直没办法看到 底下有什么杆子都讲来吃 当时我们还有这种爱慰仗人的精神 哎呀有时候还说 我们在着来着 在火也不要 也要忍到 不要去捡地一下东西吃 都是这样 1951年1月 在釜山的中朝战俘人数 已经达到13万7千多人 联合国军决定将大部分战俘 迁往距离釜山80海里的聚济岛 第五次战役之后 双方开始寻求停火 1951年5月31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 与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乔治·坎南 秘密会面 接洽有关停火事宜 据讽刺意味的是 1950年1月 正是马利克代表苏联 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 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代中华民国 成为常任理事国 在动议被否决之后 马利克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去 而因为苏联缺席 联合国安理会在6月 才得以通过谴责 北朝鲜侵略的决议 乔治·坎南 曾经担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 在冷战开始后 他的遏制政策理论 对于杜鲁门政府 对苏联阵营的外交政策 有很大影响 在日记中 坎南提到 根据他的遏制理论 美国在朝鲜 必须给予侵略者 以坚决地回击 马利克和坎南 分别将会面的情况 报告给了自己国家的政府 6月23日 马利克代表苏联 在联合国提出了停火建议 两天以后 美国和中国都表示 有意参加 7月10日 各方代表来到开城 开始停战协商 当时以为 谈判中最困难的 是停火分界线的划分 因为联合国军在战争中 显然已经占了优势 双方的实际控制线 在三八线以北 朝鲜与中国 要求联合国军 后撤之三八线 而联合国军方面 则要求基本 以实际控制线来决定 战俘问题 被放在谈判的最后一条 人们觉得 根据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但是没有想到 正是战俘问题 让停战谈判 足足拖了两年零两个月 也使得朝鲜战争 多达了至少一年多 比方说战争爆发之前 战争进行期间 没有人会预料到 就是因为这些战俘 使得朝鲜战争 多达了十几个月 因为停战谈判 刚开始的时候 1951年7月份 这个战俘的交换 总是在这个 一时一成的最后一段 是最不重要的 但最后反正变成最重要的 那到了1951年12月 战俘的数据交换以后 就非常明显 战俘问题就是 这个停战谈判最大的一个难点 与此同时 聚集岛上的中朝战俘的人数 已经上升到了18万 包括近2万名志愿军战俘 人民军战俘营多数实现了 有效的自我管理 继续与联军作对 志愿军战俘营 基本由反共的前国军人员管理 亲共人员受到普遍的压制 其结局不但直接影响到 韩战的进程 也让多数志愿军战俘的人生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 解密时刻的 志愿军战俘系列纪录片 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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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